哈囉!大家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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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呢是過年的特別企劃是台日紅白對決! 耶! 我們那個第一次邀請這麼多朋友來幫我錄有點緊張 這個會系列化就是台日對決 今天呢是第一集的家事片 很多台灣的男生或者是其實好像世界上的男生都會認為說 娶一個日本太太好像是很夢寐以求的事情 覺得說日本太太好像很會做家事啊有這樣子的印象 我們今天就來考驗到底日本女生有沒有這麼好呢? 這樣子讓女朋友來吧! 今天日方代表的朋友Hiromi 將將! 台灣代表的是朋友仲綺 大家好! 因為我今天就是在仲綺他的家 但是我都沒有跟他們說今天要比什麼 那現在就來跟你們兩位進行一下今天要比什麼 今天有四大題 第一個是煎半熟蛋 第二個是削蘋果 第三個是換床單 換 換 床 一定要自己 換 床 換 床 換 床 單 床 包 第一次題呢就是家事的問答考驗 耶 好那我們就先請他們兩位講一下賽潛的心境 身為愛做家事的台灣代表 除了削蘋果之外我覺得我一定都沒問題 就跟剛才開頭的時候說日本人好像都很會做家事 但因為我平常就沒有在做家事 所以我沒什麼自信的 那那個後面就是廚房 我們第一關就是肩蛋 耶 那我們就是猜拳來決定一下 以示公平看誰要先做 好 剪刀 石頭 副 耶 那妳要先還是猴 那我要猴 要猴 很牽絲 那我真的很久 我搬回台灣之後就沒有在自己下廚了 哦對那個仲綺這位呢 他之前有住日本大概一年多嗎 可是回來台灣之後就吃媽媽的 對吃媽媽的 啊 啊 有點尾票 好 油放太少了 油放太少了 欸 不行 不行 妳不要整個整個 整個打架 妳先不要動它 不行 不行 他覺得 它會燒焦真的 因為我油放太少了 欸 妳做出來這個超厲害 是那個 只有白的地方走 然後紅的地方完全是真的 這超強的 好帥 那個超強的 可以啦 好像可以 喔 它還可以翻過來喔 喔 翻過來 啊 破掉了 啊 破掉了 欸 重路 重路 不行喔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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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要很健康的生活 所以我油的放很少 好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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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理小姿勢要跟你們說 要傳授一下 就是大家啊 一般都會覺得是要打這個尖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因為打尖的地方 它的紋路啊 它是會變成是 蛋黃會容易破掉的形狀 然後 其實你要打蛋的話 不要打尖的 你是要打平的 這個是專業的料理師也在教的 就是你要打平的 你打完之後 它的紋路會是蜘蛛王的形狀 然後它就會很好打牌 就蛋不容易破 因為我想說我知道這個是誰做的 所以以示公平呢 我呼喚了仲奇的媽媽來 因為她不知道誰是誰的 我想說這樣子比較公平 那個比較好吃呢 這個也不錯 喔這個也不錯 感覺教的比較香 欸真的喔 真的喔 那你如果要投票 就是整體的話 這個還是這個 這個 喔 阿姨你的女兒子是這個 我知道啊 妳知道嗎 喔看得出來嗎 因為她喜歡煎吃嫩的 喔 謝謝宗奇媽媽 那這一關就是 Hiromi 日本代表一票 謝謝謝謝 不好意思 欸這媽媽太可愛了 謝謝謝謝 好那接下來第二回合是 削蘋果 耶 然後這一關呢 也是兩位 覺得最沒有信心的 對不對 對 兩位都說 一個說不會吃水果 一個說不會消 沒錯 好那我們就請 仲奇先 又是我 我覺得還不會消 加油加油 日文教學一下 你知道這個 日文叫什麼嗎 喔不會 這個叫屁啦 屁啦 對 欸好像在講屁啦喔 好 好 好 謝謝仲奇的蘋果 欸你容易會不會切小桌子 喔不會 日本女生是不是都要會切小桌子 蘋果 你不要把我們標準拿高 其實我有請你們準備刀子的原因 是因為我的印象是 就是日本人的削蘋果方式是 一顆蘋果 然後這樣圓的這樣子 小 你們有看過嗎 仲奇有看過對不對 我媽媽會這樣 我媽媽也會做 對就是 對但是我也不會 然後叫你們逼 小好了 欸這個真的好難評喔怎麼辦 這個好像上評手齁 那個觀眾大家請留言 這個就先平手 仲奇好像蠻自然的喔 嗯好像很會 但是小兔子的話 我好像沒有學過 我以前帶便當的時候 我媽的那個便當都是很厲害的 喔對 大媽都很會 好這裡是仲奇很少女的可愛的房間 補充一下情報 Hiromi說沒有換過這種的 情報 Hiromi的睡覺情報 對因為那個他用的是那種 就是日本人會蠻喜歡吃東的 東的中文是那個嘛 地鋪嘛 打地鋪 對所以他就說他比較 欸是從來沒換過嗎 對我沒有換過這種 喔真的喔好 我試試看 預備 3 2 1 開始 好 好了可以了 好 請報請報一下 2分半 好 2分半 2分半 Hiromi的記錄2分半 謝謝 謝謝 哈哈哈哈 我是可以看到嗎 對 喔真的耶 我們大家一起懷孕成尷尬的樣子了 現在就換仲奇 那我數321按就開始喔 好 3 2 1 開始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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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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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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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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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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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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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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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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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第一集的家事篇 那我們問一下兩位的感言好了 先問一下Hiromi覺得如何 就是家事看起來很簡單 其實很難的 怎麼聽起來很傷心 就是我覺得平常如果多做的話 應該就都還好啦 熟男生巧的意思 沒有啦 但是因為大家現在生活的很太棒了 對 因為我回來這邊工作之後 我也沒什麼時間在做 依賴媽媽 對對對 其實要講一下就是 可能很多人會對日本女生有這樣子的印象 但是如果是現代社會的日本女性的話 可能也越來越多人 對於家事不是那麼熟悉了 就是確實我覺得傳統的日本女生 是真的像大家想的 我覺得沒錯 但是因為現在日本也是 雙新家庭的人越來越多了 因為可能一個人的薪水 可能不能養活一家人的話 就變成雙新 那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女生接觸家事的 這個也會比較少一些 對 所以就是日本女生 是有在退步的 今天真的很謝謝兩位 我覺得很有趣 謝謝謝謝 謝謝 那今天的那個小知識 大家也可以就是 實際應用看看 或是你知道什麼小知識 或者是 看了我們影片有什麼感想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還有其他的類別影片也歡迎看看 然後平常也有用Facebook、Instagram 用中任務分享資訊 也歡迎和大家追蹤喔 那我們下集影片再見 掰掰